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每次出去和朋友吃飯聚會 每個人在手機裏面 總會有幾張對方的相片 如果不即時AirDrop給對方 通常都會回家用WhatsApp再傳 但其實要逐張按按麻煩 而且相片更會壓縮 其實iPhone有一個共享相簿的功能 可以幫大家節省不少時間 想要設立你的共享相簿 首先你要打開你的設定 然後按相片 然後開啟共享相簿的功能 然後你再打開你的相簿 在左上角這個地方點點這個加字 然後按新增共享相簿 幫你的相簿命名之後 就可以按下一步 然後你就可以在你的通訊率裡面 選擇你想要共享相簿的對象 或者你可以輸入它的電郵 或者電話號碼都可以 然後就可以按鍵 這樣就可以搞定了 你和你的朋友之後 都可以在自己的手機裡面 下載他想要的相片 真的方便很多 不過前提就是 你和你的朋友 都一定要是蘋果的用戶才行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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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